是她吧 她是不是你女儿 小马 她是不是你女儿 是 怎么了 你问她怎么了 多小马阿姨啊 元元 你犯什么错了 赶紧向小马阿姨道歉 你竟然跑到我家里来闹来了 我到你们家 就是想让你的家人知道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丢人现眼的事 你还嫌不够丢脸吗 你还嫌闹得不够大吗 你有能够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去闹呀 你告诉全天下的人呀 元元 没脸说了是吧 好 那让我告诉他们 你的女儿石方元 抢了我男朋友 你男朋友 我男朋友是Frank 中文名叫李北方 我已经答应了她的求婚 可现在呢 可现在你女儿抢了我男朋友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抢你男朋友 如果你跟李北方之间 没有矛盾了的话 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你不好好地反省你自己 你来到我们家里来闹 你还在这儿 你还在这儿 赶紧 石方元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你有没有羞耻之心 石的宝 你看看你女儿现在什么样 小小年纪不学好 这就是你的女儿 你知不知道她这是第三者 我们两个谁是第三者呀 你说清楚了 我们两个谁是第三者 李北方她没有跟你结婚 而且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 我压根就不知道 有你这么个人存在 你胡说 你有没有羞耻之心啊 你有没有做人底线 石的宝 亏你还给她取名叫石方元 她一点都不懂规矩 你弄够了吗你 我告诉你 李北方她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她早就已经不爱你了 你就算是在这儿闹到天亮也没有用 这不可能 她刚刚向我求婚 她怎么不爱我呢 都是因为你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别做梦了 她会跟你结婚 她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为了尊重一下 你可怜的自尊心 我小马阿姨 我再最后一次称呼你阿姨 你看看你自己 你已经不年轻了 你现在已经是人老猪黄了 你 你 你竟然当着外人的面女打我 我打你胡说八道 我是你女儿 你说我是外人 好 石的宝 你告诉她谁是外人 我要知道你这么丢人现眼 我到处就不该把你抱回来 得宝 还想说什么 不是 你别着急 你 好吧 我道歉 不管怎么说了 是远远做错的事 我是特地负有领导责任 跟你道歉 不过 你别太跟孩子计较 别气坏了身体 感情这种事情 就得想开点 想开点 你的意思是 让我把这一切都忘了是吗 你觉得可能吗 那怎么说呢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压根就不同意 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 去跟远远好 远远才刚刚大学毕业 你想想 我能同意吗 李北方捧着一大素玫瑰 找的女人是你啊 你跟踪我 什么话 我干吗要跟踪你啊 那你怎么知道他送花给我 我在大街上碰上他 他捧着一大素玫瑰 我心想他一定有别的女人 本来我就不希望他跟远远好 所以我就跟着他了 石大宝 原来你跟踪李北方 是为了你的女儿 而我让你跟踪他 调查他 让你帮我看一看 他到底跟哪个女人在一起 你全然拒绝了我 你不是很高尚吗 你不是说 跟踪他人是下三滥的事吗 可现在呢 你为了你的女儿 不照样也做了下三滥的事吗 闪门呀 闪门呀 这 这乱七八糟的闪门呀 这么跟你说吧 从此以后 我不让园远跟她有任何交往 我让园远跟她分手 分不分手 现在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那现在什么对你有意义 你 你告诉我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是吗 是 你原来也这样对我说过 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还跟我说过 我要是年龄大了 还没有找到人 你会原地站着等着我 这有说过吗 说过 就在这条路上 就是那天我不分手的时候 你跟我说的 可结果呢 你转脸就娶了刘归辉 又一转脸娶了白铃 就是没有娶我 可我现在年龄不小了 我还站在原地等你 我眼巴巴地 闯着恋爱的机会 离我越来越远 你不娶我就算了 你到头来还派你女儿来 折磨我 来抢我的男朋友 知道吗 我一辈子不恨 你恨谁啊 罗兄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 什么叫派爱她呀 我 我派她干什么 这 这跟我有关系吗 有 没有关系吧 石方元是不是你的女儿 是 石方元是你的女儿 她来抢我的男朋友 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 我小妈 话不能这么说 刚才你也看见了 我骂也骂了 打也打了 你知道 虽然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可是她是我们 全体知青的女儿 我这一大嘴巴 打完之后 你想想我心里有多难受 你就知道你心里有多难受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你想过我心里的感受吗 所以我们是难受啊 咱们就别互相指责 什么难受 值得吧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